在旺角被槍傷的兩個警員仍然危殆 警方在封鎖幾條街,搜捕疑空,但未有發現 廣東河原市山洪暴發,近10萬人受災 歡迎收看這次新聞 旺角下午發生開槍案,三個便庄探員 截查四個可言男人時遇到反抗,被人連開三槍 兩個探員中槍受傷,情況危殆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搜捎,暫時未抓到人 林妙恩報道 這個先,這個先 救這個先,救這個先 他想哪個? 肩頭啊,肩頭啊 其中一個肩頭中槍受傷的便庄探員 躺在行人路等候救回 救回人員到場之後 立即為他帶上氧氣罩 在場的人不斷安慰他 另一個投報中槍的探員 便坐在路邊的石膊 他依然清醒 救護員為他止血和爆炸 接著便將他們送到醫院救治 警方要將現場多條道路封閉 調派大批配備頭盔和被彈衣的警員到場戒備 以及徹底搜查附近一帶 在驗報房間一條後巷 警員一邊搜刺一邊舉著槍戒備 在封鎖範圍的樓宇 出入的市民都要舉高雙手 在封鎖範圍的樓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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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員也要上樓逐層搜刺 大閘上了鎖的觀音廟都要守 案發時在場 並沒有受傷的女探員 後來重返現場 向接手調查的有組織罪案 及三合會調查科人員 港術案發經過 現場是窩打路道和太平道 九廣鐵路橋底的行人路 下午大約1點 低屬九龍城警署 反盜涉特遣隊的三個探員 發現四個海宜男人 其中一個持槍男人 突然向探員開了三槍 兩個男探員中槍受傷 嘣嘣嘣嘣 聽到四聲 三下槍聲 有四個人就在這邊走 一個之後就有三個人 一人抓田 四個海宜男人 接著向染布房街方向逃走 附近一道路 封鎖了三個多鐘才解封 有線電視記者 林妙恩報道 由於懷疑空徒坐火車回內地 大批警員在羅湖檢查站搜查 另外警方接報說 其中一個火車的車廂有血印 但警員搜查之後並沒有發現 王家光報道 在爐火車站月台甚至是路軌 警員全部穿上被彈衣 和駕長槍戒備 在月台出閘位 有另一批警員 負責截停過境旅客 令到月台出現人龍 部分旅客被帶到一邊 查問和守身 一輛經旺角車站開出的不行列車 因為傳出有匪徒坐過 還留下染血的掌印 結果要停在大埔區車站 等候警員帶追蹤犬在車廂搜查 警方搜查近半小時都沒有發現 被車離開 九港鐵路公司說 在槍擊案發生後 為方便警方搜查一度停駛 列車服務到下午3點多 才回復正常 總共有18班車 和兩班直通車受影響 有線電視記者黃家光報道 行政長官董建華和保安局長葉劉淑儀 都譴責匪徒的暴行 警務處處長精暗培說 今次是一宗嚴重的罪案 對於兩個探員中槍受傷 他便否認是因為低估了匪徒的危險性 黃保賢報道 兩個受傷的探員 送到醫院 要立即做手術搶救 警務處處長 警務處處長曾蔭培 親自到醫院探望 他說這次是很嚴重的案件 我們非常重視這件事件 因為很少情況是在街上高 有人用槍向執法人開槍 當時我們的警員 已經找到一個準確的目標 但可惜我們的警員 可能沒有預料到 當時這些匪徒是有槍的 但他否認警方低估了匪徒的危險性 我們從來沒有低估匪徒所用的武力 也沒有低估香港的治安情況 所以我們所有警員 尤其是前線警員 隨時都是提高警覺 他說今次的事 不代表本港治安惡法 而行政長官董建華就說 有信心可以將匪徒乘治於法 我非常關心今天下午發生的事情 我有信心警隊一定會赤殘這件事 將不法之徒乘治於法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發言 譴責匪徒的暴行 強調不會容許這種暴力罪行 警方必定會竭盡所能拘捕匪徒 他又希望兩個受傷的探員 可以早日康復 有線電視記者黃寶賢報導 他又在中國中間 加速其他 Later 來探訪 消息 消息